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齐老师 我喜欢给自己做衣服 可是啊 如果你没有钱 也没有物料 有办法给自己做一件新大衣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 安娜的新大衣 这是由美国的Harriet Ziffert所写的 也是美国的Anita Lobel所画 鱼之银所翻译 哇你们看这是谁呢 对了她就是安娜 小朋友啊 你们看得到安娜在哪里吗 你们又是否看到 安娜在跟谁打招呼呢 冬天来了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 那件她穿了许多年的蓝色大衣 已经磨薄了 而且也太小了 去年冬天 安娜的妈妈说 等战争结束后 我们就可以买东西了 到时候 妈妈给你买一件 漂亮的新大衣 可是战争结束以后 上店里依然空空的 没有大衣 没有食物 也没有人有钱 安娜的妈妈 一直在想 怎样才能让安娜 拥有一件新大衣 终于 妈妈想出办法了 安娜 妈妈没有钱 可是 妈妈还留着 爷爷的金表 和一些好东西 也许 我们可以用它们 来换一件新大衣 首先 我们需要一些羊毛 明天 我们就去拜访 牧场的主人 看能不能 换一些羊毛回来 第二天 安娜跟着妈妈 来到附近的牧场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 安娜的妈妈 告诉牧场主人 但是 我没有钱 如果您给我足够 做一件大衣的羊毛 我就给您这只 很棒的金表 牧场主人说 嗯 好主意 不过 要等到明年春天 捡羊毛的时候 我才有羊毛 来换你们的金表 安娜 一直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几乎每个星期天 她都跟妈妈 去探望羊群 她喜欢一次一次地 问它们 你们的羊毛 长长了吗 那些羊 却总是回答 咪 咪 安娜还喜欢 喂它们新鲜的干草 来抱抱它们 圣诞节那一天 安娜带来纸项链 和苹果 还唱圣歌 给羊群亲 春天来了 牧场主人开始剪羊毛 它们会疼吗 安娜问 不会的 安娜 牧场主人说 这就像剪头发一样 剪够做一件大衣的羊毛之后 牧场主人教给安娜 怎样刷羊毛 这就像你 梳开打结的头发一样 她给了安娜的妈妈 一大袋的羊毛 安娜的妈妈 给了她 那只金表 安娜和妈妈 带着那袋羊毛 去拜访老婆婆 老婆婆 有一部纺车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 安娜的妈妈 告诉老婆婆 但是 我没有钱 如果 您把这些羊毛 仿成毛线 我就给您这盏 好看的台灯 老婆婆说 我正需要一盏台灯 不过我年纪大了 手指不灵活了 仿得不够快 等到樱桃成熟时 你们再来拿羊毛线吧 夏天到了 安娜和妈妈又来了 安娜的妈妈 给了老婆婆 那盏台灯 老婆婆给了他们毛线 还有一蓝可口的红樱桃 安娜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大衣 安娜的妈妈问 嗯 红色的 安娜回答 那 我们要去采一些月局 安娜的妈妈说 用它们可以做出红色的斩料 安娜的妈妈知道 夏天结束的时候 林子里有一个地方 可以采到成熟的月局 安娜和妈妈 用一口大锅煮水 再把月局放进去 水变成深红色之后 安娜的妈妈 把白色的毛线浸泡在水里 很快 红色的毛线 都晾在厨房的晒衣上上了 晾干后 安娜和妈妈 把毛线 造成一个个的毛线球 他们把毛线球 带去给织布阿姨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 安娜的妈妈说 但是 我没有钱 如果你把这些毛线 织成布 我就给你这条宝石项链 织布阿姨说 多么漂亮的项链啊 我很乐意织这些毛线 两个星期后来拿吧 安娜和妈妈再来的时候 织布阿姨给了他们一匹 美丽的红布 安娜的妈妈给了织布阿姨那条 闪闪发亮的宝石项链 第二天 安娜和妈妈去找裁缝伯伯 冬天快来了 安娜需要一件新大衣 安娜的妈妈告诉裁缝伯伯伯 但是我没有钱 如果您把这皮布做成一件大衣 我就给您这把陶瓷茶壶 裁缝伯伯说 这真是一把精致的茶壶 安娜 我很高兴为你做件新大衣 不过 我得先帮你量量身 裁缝伯伯量安娜的肩膀 量安娜的手臂 他量他的后身从脖子到膝盖的长度 然后说 这星期再来 我会给你新大衣 裁缝伯伯先打好纸样 再裁剪布料缝盒 锁边 飞针走线的 忙了整整一个星期 做好以后 他从钮扣盒里 找出六颗可爱的钮扣 缝在大衣上 搭配起来 正合适 裁缝伯伯 骄傲的 把大衣挂在橱窗里 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当安娜和妈妈 再次来到裁缝店里的时候 安娜是穿了新大衣 她在镜子前面 一直转圈圈 这件大衣实在是太好看了 安娜向裁缝伯伯道谢 安娜的妈妈 也向她道谢 并且给了她那把精致的茶壶 安娜穿着新大衣 回家的时候 在每一间商店的面前 她都停下来 看一看自己在橱窗玻璃上 映出来的样子 回到家后 她的妈妈说 圣诞节就快到了 我想 我想今年 我们可以在家里 举办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安娜说 太棒了 可以邀请 所有帮我做这件大衣的人吗 好 安娜的妈妈说 我会像从前那样 烤个圣诞蛋糕 安娜给了妈妈一个 大大的拥抱 平安夜 牧场主人 仿沙婆婆 织布阿姨 和裁缝伯伯 先后来到安娜家 他们都觉得 穿着新大衣的安娜 看上去特别漂亮 安娜的妈妈 做的圣诞蛋糕 也特别好吃 大家都认为 这是这些年来 最棒的平安夜 圣诞节那天 安娜又来探望羊群 小牙 谢谢你们的羊毛 她说 你们喜欢我漂亮的新大衣吗 羊儿 妹妹的回答她是 看起来好像在微笑 听完了 安娜的新大衣 这故事呢 有很多后续活动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 继续的做 你们可以上网 去找各种各样的材料 各种各样的资讯 今天有七老师 要给大家讲的是 story behind story 原来啊 安娜的新大衣 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真人真事 当年 真的有一个小女孩 名字叫 Ingeborg Schroft 她的妈妈 Hana Schroft 真的是在毫无分文的情况之下 给女儿提供了一件新大衣 另外 勇气老师也特别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这本书她的绘画者 就是 Anita Lobel Anita Lobel呢 她的原名是 Anita Campbell 她出生于1939年 生长在波兰的一个家庭 在很年幼的时候 Anita Campbell 和两个小弟弟 就被送进了集中营 后来他们是生还者 一家也得以团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 Anita Lobel 在小的时候所经历的 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No Pretty Pictures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